宇航员惊恐地发现 太空中有一坨不明飞行物正快速朝他们逼近 他刚把这件事情告诉队友 神秘的紫色云团就迎面撞上了空间站 一瞬间空间站就与海面上的科考船失去了联系 就在大家不明所以时 画面中突然传来宇航员们断断续续地求救手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片刻之后巨大的脉冲能量又顺着雷达袭击了海面上的科考船 整艘科考船顿时火花带闪电 而科学家蒂亚却发现有东西正在入侵主机 工作人员试图阻止 却被强大的电流直接电晕 煞时间整个船舱混乱不堪 惨叫声此起彼伏 不久之后这艘来自俄罗斯的科考船也彻底失联 时间来到七天以后 一股巨大的台风席卷了这片海域 一艘路过的货船不幸受到了波及 狂风席卷的巨浪几乎要把货船撕碎 眼看这样下去大家都会葬身海底 船长只能在船员们的建议下 暂时把牵引船开进台风眼里进行躲避 不料就在这时 牵引绳却承受不住重量瞬间断裂 导致货船与牵引船直接断开连接并沉入了海底 看着自己的所有家当毁于一旦 船长顿时生无可恋 虽然最后他们成功进入了台风眼 暂时躲过了危机 但牵引船也变得残破不堪 无法扛住台风的下一次袭击 在食物本就不多的情况下 他们只能选择呼叫救援 然而就在这时 眼间的领航员福斯特却发现雷达扫描到了一个信号 没想到台风眼里竟然还有其他被困的船只 看起来还是一个大家伙 福斯特赶紧进行呼叫 结果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于是他们只能驾驶着牵引船朝目标靠近 没过多久一艘巨大的轮船出现在眼前 经过查阅资料 他们确定这艘船是来自俄罗斯的一艘科考船 但看起来似乎是受到了某种攻击 再次呼叫无果后 一行人决定带着武器直接登船一探究竟 可奇怪的是 船上到处都是打斗的痕迹 墙上也有很多血迹 却没有看到一具尸体 众人来到驾驶室 发现这里更是杂乱不堪 控制系统已经断电 难不成是遭到了海盗的袭击 然而这时船员老黑却与船长不约而同的相识一想 原来根据海事法 只要在公海发现弃船并将它拖回去还给施主 就能领到该船全部价值的一程报酬 这艘船最起码价值三亿美金 也就是说他们至少可以获得三千万美金的酬劳 如此一来他们不仅可以把损失的货物全部挽回 还能额外赚取一大笔佣金 听到这里众人都忍不住笑说声 只有福斯特感到担忧 毕竟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 况且他们也没搞清楚这艘船到底发生了什么 说不定会遇到危险 可船长却不以为然 已经被金钱冲昏头脑的他随即就安排史提夫两人来到机房进行检修 史提夫打开控制箱 发现是有人故意拔掉了继电器 这才导致整艘船失去了动力 但两人却并没有放在心上 果断又将继电器插回去打开了电源开关 并且成功启动了轮船的引擎 殊不知就是因为这个举人 将让他们陷入万绝不复的危险 电力系统刚恢复 船舱里的机器就开始自动工作 而身处在驾驶室的船长和福斯特也听到了诡异的声音 然而船长却并没有在意 立刻吩咐船员们按照计划对轮船进行牵引 可此时福斯特却发现电脑似乎有人控制 船长急忙过来查看 却没注意到摄像头已经悄无声息地对准他 接着两人就突然发现 电脑似乎在操控船锚 身处在下方的牵引船直接被贯穿 甲板上的长矛虽然侥幸捡回一条命 但危机却并没有结束 大量海水瞬间涌入 眼看牵引船即将沉没 史提夫只好跳下去救人 他刚把长矛救上来 牵引船就彻底沉入深海 意识到船上很可能有人 史提夫赶紧联系机房里的队友 叫他保持警惕 同时船长也叫老黑和老皮 立刻去机房支援他 剩下的人则将受伤的长矛 扶到医疗室包扎伤口 可刚结束通话 队友这边就发现了异常 有什么东西突然将电缆拖进了管道 他小心翼翼地靠近查看 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后 好奇的男人便钻进管道 准备一探究竟 谁知刚看到一个奇怪的身影 头上的电缆就诡异地将他牢牢锁 而老黑两人 在前往机房的途中 却意外来到了武器库 为了安全起见 两人顺便带走了很多武器 随后他们又在另一间舱室里 发现一颗导弹 还有用来紧急逃生的弹射 作为一名在海军退役的武器专家 老黑对此非常感兴趣 可一旁的老皮却发现了大量血迹 害怕有危险的他只想快点离开这里 两人穿过杂乱的电缆后 又来到了下一个舱室 不料这是一只机器电缆 突然出现在眼前吓了他们一跳 老黑连忙开枪射击 直到对方彻底没了动静 他将地上的东西拿起来一看 这才发现是一种 从未见过的高科技机器人 而另外几人在给长矛处理伤口时 却发现柜子里 竟躲着一名头戴面罩的幸存者 他果断对着几人就是一顿嗖 跑在一旁的史提夫及时将他制服 并没有人被子弹击中 当他们将面罩打开 发现对方还是一个标准的俄罗斯美女 而他正是幸存下来的科学家迪亚 害怕机房里的队友也受到攻击 史提夫随即用对讲机联系 却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 于是他只能把医疗室的情况告诉老黑两人 并让他们提高警惕 同时他也带着武器朝机房赶去 很快迪亚就从昏迷中清醒了过来 不过看他的样子似乎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面对几人的询问 迪亚表示其他人都已经遇害 还警告他们一定要断掉电源 否则大家都得死在船上 见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迪亚只好趁机逃走 途中还拿了一把消防服 准备再次去将电源切断 追上来的福斯特立刻用手枪对准迪亚 威胁他先将手中的斧头放下 并表示自己并无恶意 只是想知道船上具体发生了什么 而迪亚也渐渐放下戒备 开始向福斯特详细地讲述科考船发生的事 原来自从科考船被不明能量袭击后 电脑就被一股神秘力量控制了起来 他们也意识到这股能量并不简单 里面似乎夹扎着某种来自外太空的神秘病 他们不仅入侵了所有电子社会 还开始学习人类的知识 而最终目标就是制造机器人猎杀人类 甚至用人类的尸体制造了各种机器怪物 直到迪亚找到机会关闭科考船的电源 才总算结束了这一切 可现在电源被再次开启 就说明病毒已经再次被激活 尽管福斯特也想相信迪亚 但他说的话实在有些离谱 于是在船长和长矛赶过来后 三人还是决定先将他控制起来 避免他再次逃跑 殊不知就在此时 来到机械舱的老黑和老皮 已经亲眼见证了机器怪的生产过程 可两人并未意识到危险 还以为是俄罗斯人制造的高科技机器人 直到好奇的老黑忍不住用喷子戳了一下 没想到小机器人竟然用钉子袭击了老皮 老黑也被电钻戳伤了臀部 气得他转身就是一喷 谁知下一秒一个人形身影突然出现 对他们展开了疯狂的扫射 慌乱中的两人只能边打边退 狼狈地逃离了机械舱 而率先到达机房的史提夫 却发现钢门已经被牢牢焊死 里面的队友也不知所踪 很快老黑两人也来到了这里 并且将刚刚遇见的事情都告诉了史提夫 他们这才意识到队友很可能已经出事 就在这时老皮突然闻到一股尸体腐烂的味道 刚转身就发现走廊尽头处有一个人形怪物 显然这就是外星病毒利用尸体制造的机器怪 他二话不说就对着几人扣动了扳机 趁对方患蛋之际 三人同时开枪反击 强大的火力瞬间就打倒 当他们将尸体抬到驾驶时 其他人也终于相信了迪亚的话 而这只半人半机器的怪物 正是迪亚被改造后的船长 迪亚再次强调眼下唯一的机会 就是将整艘船的电源断开 因为外星病毒似乎只能通过电子设备进行活动 可他们还没来得及行动 就发现台风再次吸着来 滔天巨浪顿时让船体剧烈摇晃 船长试图操控方向驶离这片海域 却发现根本不起作用 看来想要操控轮船就必须前往机房 想办法打开被焊死的缸门 可他们刚准备行动 福斯特就通过指南针发现船体正在自动转向 显然又是病毒在控制轮船 异行人本想继续前往机房 却突然听到身后的舱室里传来小动 他们以为是失踪的队友 于是准备打开眼前的缸门 没想到正如他们猜测的一样 缸门后面果然是那名失踪的队友 只不过他已经被改造成了怪物 更恐怖的是他身后还有一只更大的机器怪 强大的力量似乎可以破坏周围的一切 距离机器怪最近的老皮不小心被抓住 最后被大怪物一拳贯穿身体 其他人见状连忙开枪射击 但雨点般的子弹却没有任何做法 关键时刻迪亚及时打开一扇门 大家赶紧进入房间躲避 然而这里也只是暂时安全 因为怪物已经开始撞门 老黑好不容易修好一台通信设备准备求救 结果却被船长一喷子打坏 事到如今他还惦记着那三千万美金的救援费 不想让别人知道这艘船的存在 稍操作弃的福斯特一拳就挥了过去 随后他又将迪亚松绑 准备一起对抗即将破门的怪物 而老黑却突发奇想准备跟病毒谈判 看看他入侵地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通过电脑他果然与病毒取得了联系 可对方的话却让大家彻底绝望 没想到外星生物竟然倒反天罡把人类当成了病毒 所以他的任务就是将人类消灭 并且将人类变成制造机器怪物的零件 老黑本想继续追问 可他却直接终止了通话 同时控制机器怪再次对他们发起攻击 下一秒变成机器怪的队友就钻了进来 老黑一梭子解决掉队友后 便激动地用火箭筒打穿缸门 然后骂骂咧咧地独自离开了 看样子老黑已经快崩溃了 其他人也紧随其后 只有怀恨在心的船长留在了原地 等大家离开之后 他竟然再次与病毒进行对话 原来丧心病狂的船长准备与病毒合作 他打算把船开到港口 让病毒在电子设备和电缆更多的陆地传播 而条件就是病毒对他进行改造 他要利用这份力量 让这些不尊重他的人付出待见 对方答应了船长的条件 并指引他来到了机器怪的生产车间 看到已经被分解的老皮 船长不仅没有感到害怕 反而有一点小心分 而此时的老黑却独自一人来到了军械库 利用所有能用的东西 他制造了一个足以摧毁一切的炸弹 可另一边的四人就惨了 他们不幸被那只大机器怪盯上 好不容易通过竖井逃到甲板上 剧烈的台风又让他们寸步难行 突然一道巨浪猛烈地拍向船体 走在后面的长矛不幸被卷了进去 前面的三人自身难保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冲进大海 再次回到驾驶室的他们惊恐地发现 轮船正在前往最近的港口 要是让他成功登上陆地 只需一根电缆就可以到达全世界 到时候将是全人类的灾难 他们必须想办法阻止 而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船弄沉 船舱里刚好有很多柴油 可以利用这些柴油把船炸掉 三人一致同意了这个计划 可他们刚要行动 就被改造完成的船长挡住了去路 福斯特直接操弃板凳杂举 结果却被一拳打飞 史提夫的消防府似乎也毫无作用 甚至就连手枪也无法对其造成致命伤 最后还得看迪亚 他趁机把一颗燃烧弹塞进船长的身体 在史提夫的配合下终于将他解决 确定对方已经彻底断气 三人赶紧按照计划行动 来到燃料库后 他们果断将柴油全部放出 然后又安装了一颗定时炸弹 不料正准备离开 那只大怪物就破门而入 他两拳就将史提夫和蒂亚两人打晕 福斯特也不小心掉进了下面的柴油 可怪物并没有放过他 立马就跳下去将他抓了起来 原来病毒已经通过监控知道了他们的计划 于是想从福斯特的口中问出引爆器的下方 福斯特当然不会说出来 但紧接着怪物就是一顿电击治疗 虽然醒来后的史提夫和蒂亚及时赶来 同时对准怪物疯狂攻击 但也根本无法破防 直到老黑扛着火箭弹赶来之远 这才勉强将怪物打倒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他们刚把福斯特救下来 那只怪物就再次站了起来 怪物双手轻轻力挥就打掉头顶的钢架 直接将老黑和史提夫埋在了下面 两人见状只能选择逃跑 而怪物也在后面紧追不舍 可等他们躲进一处杂物间 却发现怪物转身去了别的地方 此时距离爆炸只剩下几分钟 两人也穿上救生衣继续逃跑 但让他们没想到怪物竟然从另外一边又追了上来 并且手中还拿着他们刚刚安装的引爆器 剑身后已经没有了退路 地亚只好将希望寄托于福斯特 准备以生命为代价将怪物拖出 在被对方抓起来的那一刻 他毫不犹豫地打爆了地上的游戏 可如此巨大的爆炸 依然没能将怪物置于死地 而另一边的史提夫虽然侥幸捡回一条命 但却发现老黑已经奄奄一息 在彻底断气之前 他把逃生的方法告诉了史提夫 还说到了军械库他自然会知道 就在福斯特陷入危机时 史提夫终于赶来与他会合 两人也按照老黑的意思来到了军械库 看着眼前已经修好的紧急弹顺 史提夫也明白了老黑的用力 在怪物追上来之前 两人成功坐上弹顺也逃了出去 而绳子的另一头则绑着老黑制造的炸弹 当怪物发现史已经晚了 在两人落入海面的同时 身后的科考船也彻底化为灰烬 冲天的火光吸引了不远处路过的商船 等到天亮以后 飘在海面上的两人 也成功被救援直升机救了下来